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很久沒做過魚 今天我做一個比較 你們很容易買得到的 香煎比目魚 那 我們怎樣可以煎到它又香又金黃色 又不像鑊 又不會冷呢?等下你們看看 不腥的 我們看看原材料 有一包比目魚 在凍肉店 大部分的凍肉店 包括鎮吉市場都一定有的 這些很大路很普通的食物 沒有骨的 只有中間那些骨 其實適合老人家小朋友吃的 但要去一些腥味 沒有腥味 農利魚多吃一口都可以的 一個檸檬 蔥 現在會做一個檸檬 豉油汁去跟著它 這樣就很棒了 很爽快 如果用其他魚柳都可以的 例如青衣柳 蘇 農利 三文魚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是很方便的 首先我們拆了袋子 我們洗一洗 洗一洗魚鱗 有時有些魚鱗 先洗完之後 索乾它 那麼這些魚 這麼大塊的魚 你可以連袋子 放在雪櫃裡解凍 很快就搞定了 我們索乾它之後 基本上其實你可以 你可以檢查一下它 有沒有細骨 但是 這樣東西不會有 三文魚 你要檢查它 會不會有細骨 即是很細的骨 然後我們切半個檸檬 我們要用少許檸檬去醃 等一下 首先我們 用少許有鹽 在兩邊放少許有鹽 下了鹽之後 其實煎之前才做這個步驟 就行了 不用認真醃太久 煎之前 我們放些鹽 放少許胡椒粉去兩邊 去表面灑一些胡椒粉和鹽 就是這樣 胡椒粉可以披出一股腥味 對 然後 然後我們拿少許檸檬汁 搓勻了它之後 拿少許檸檬汁 在表面放些檸檬汁 這樣就可以了 基本上它不會太有腥味 檸檬汁肯定是可以去到腥味 如果有檸檬汁 如果有檸檬汁 你可以放少許檸檬汁 檸檬汁 檸檬汁也是可以去腥味 檸檬汁酸的 然後我們有些蔥 多一點 這些是紅色頭的蔥 紅色頭的 可以買到 盡量買紅色頭的蔥 或者買不到用白色 我們切大顆一點 等一下用來煮豉油 會香很多 如果你有乾蔥頭 即是紅蔥頭 你可以放一點 蔥盡量大顆一點 很簡單 很簡單 小薑也不少了 四五片 我們等下用來煮汁用 煎的時候 你也可以放薑 切小檸檬片 連皮 起核 核會苦 像薄薄的 就可以了 這些辣椒 我是用來撞色的 即是搭色的 讓它靚仔些 最後的時候 配菜在這裡 蔥 檸檬 薑 小辣椒 蔥頭 然後我們先調一下 醬汁 我已經寫在燃光網上 其實就是醬油 水 小糖 還有一個檸檬 不是一個檸檬 是四分一個檸檬 我們切片 煩蛋家鏡可能有廣告 你可以一邊欣賞美麗的廣告 煙方狗狗貓貓掃背按摩 騎樓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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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我可以放一點點醬粉 一層薄薄的醬粉 都可以的 都穩陣的 但我已經冷了 油油煙 我們先煎一層皮 辛苦一點點 煲一煲 收小火 火不能太大 中火到小火中間 這樣就可以了 去煎一層 煎一層皮 又或者你可以 煎肉 然後先煎皮 都可以的 如果是鱿鱼的话,鱿鱼就要煎肉才煎皮 因为鱿鱼煎皮后会收缩 鱼就会转在一起 煎了两边的皮后 煎到一些金黄色,我们可以煎肉 中小火 一反下去,不要动 不要动,不用急,可以煎一下 煎到可以偷看,有点金黄色就可以翻转 鱿鱼,鱿鱼看一看 煎七至八分钟,两边总共煎七至八分钟 就肯定煎熟 不用担心,不要经常动 因为鱿鱼熟了,经常动就会冷 我们反过去 金黄色很漂亮 鱿鱼很快熟 你见到,它开始已经熟了 但只差一点 用鱿鱼的鱿鱼就会漂亮 顏色很简单 煎两边皮,然后煎肉 放下去的时候,不要动 然后煎完才动 反过去,基本上完成 煎鱼很简单 煎鱼很简单 插一只筷子进去,很简单 插到进去,你已经知道它熟不熟 然后把鱼放在一边 然后不用洗锅 把姜片放进去 加少许油 加少许油 因为完全没有油,不够 先爆香 先把姜片放进去 这样 焦焦地 这样才会香 姜片有辟腥的作用 然后 当姜片黄黄的 的时候 焦焦地 这样我们将葱 和葱花 放进去 很快就可以了 少许柱酒 很简单 炒香 然后我们刚刚调了汁 放进去 搞定 煮滚 当然 檸檬 很快就出味了 这个汁很好用 如果没有檸檬 你就加少许白醋 有少许酸味 也是很棒的 麻烦没订阅 请订阅 订阅 订阅是免费的 可以让我点赞 分享给朋友 我逢星期一三五 下午五点半钟 上片的 看完我的影片 接着去买 送到阿拉普 每天都会在社群里 重温我以前的影片 四百多条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将这个汁 倒入鱼里 搞定 辣椒放上去 装饰 更漂亮 不用担心这个鱼不辣 很好送饭 没有骨 不腥 因为又加了胡椒粉 又有柠檬汁 不会腥的了 希望大家喜欢 因为很简单的香煎 比目鱼 今天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 陳皮很好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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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